马拉基属 马拉基生活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贝鲁归回大约一百年后 他的信息针对的是在耶路撒冷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 圣殿重建完成有一段时间了 但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有多么不顺利呢 回想一下 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里的故事就大概知道了 第一批贝鲁归回的以色列人期望很高 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和圣殿都重新开始了 先知们的伟大预言即将实现 弥赛亚将要来统一以色列和列国建立神的国度 为所有人带来和平公义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这些重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对神不忠 结果带来贫穷和不公义 马拉基书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变得何等败坏 书中包含了一系列的辩论 多数一开篇就是神说的话 神发出的声明或责备 之后 以色列会表明异议或质疑神的话 然后 神再做出回应并总结 这样的模式出现了六次 在前三场的辩论中 神揭露了以色列的败坏 在最后三场辩论中 神谴责他们的败坏 读这些辩论会发现 流亡根本没能改变百姓的心 以色列人仍和以前一样刚硬 第一场辩论一开始 神说他仍然爱他亲自立约的百姓 尽管他们背弃了约 以色列人无理的反驳说 你怎样爱我们了呢 神就提醒他们 他满怀仁慈 拣选他们的祖先雅各和他的家族 承接神立约的应许 却没有拣选以扫和他的后裔 最终他们的结局是灭亡 这些内容 看看创世纪和俄巴迪亚书就能知道 第一场辩论揭露了以色列的多疑 他们怀疑神的爱和信誓 第二场辩论揭露了以色列新圣殿的问题 神指责百姓藐视他 亵渎圣殿 百姓反驳说 我们怎么藐视你了 神的回应集中在百姓身上 他们把那些有残疾生病的动物 当作供物献祭 根本不在意也不尊重他们的神 而且不但百姓这么做 连管理圣殿的祭司也这么干 他们不但容忍这样的献祭 还参与到这些败坏的敬拜形式中 这表明神的子民从上到下都是不忠的 在第三场辩论中 神指责以色列男人离弃神和他们的妻子 他们当然也否认这个指控 神揭露偶像崇拜跟离婚在一起 带来的恶劣影响 以色列男人娶外邦女子 在家中遵循妻子敬拜别神的习俗 可以看尼西米纪十三章 马拉基指责一批无故休妻的人犯了这样的罪 百姓对这样道德败坏的行为还习以为常 不觉得有问题 但马拉基说绝对不行 这么做就是背弃神的约 然后马拉基书过渡到了下半部分的辩论 处理以色列的背叛 第四场辩论一开始 以色列指责神忽视他们 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看到各处都充满了不公义和败坏 可是神好像什么都没做 神回应说 他会差派一个使者 预备百姓迎接神在耶和华的日子亲自降临 他会像烈火一样来到净化百姓 除去拜偶像 淫乱和不公义 只有忠实的渔民才能成为神的子民 在第五场辩论中 神呼召百姓回转归向他 百姓问 我们要怎么回转呢 所以神指责他们自私的罪 他指出他们不再向圣殿做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意味着百姓把每年收入和出产的十分之一捐献给圣殿和祭司 这项规定在律法书中多次提到 从马拉基书和尼西米书中能看到 以色列人一直忽略这个责任 导致圣殿长时间得不到修理 因此神就跟他们势不良力 神说他想大大的赐福他们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对神忠心 在最后一场辩论中 百姓指责神说服侍他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发现邪恶骄傲的人过着富足成功的生活 神却不制止他们 这一次神的回应不是讲一段话 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 故事关于以色列忠实的渔民 他们是敬畏神的百姓 聚集起来谈论如何荣耀神和服侍他 所以神要为这些人写一卷纪念册 好让他们读着册子 纪念神的属性和应许 在这里马拉基指出了 神的话语的神圣之处 他引导我们纪念神在过去所做的一切事 激发人们的忠心和对未来的盼望 接着就到了这卷书的结尾 这里再次提到第四场辩论中 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景象 并进一步发展 神说他命定了一个炼净和审判的日子 要消灭百姓中的恶人 结尾也提到了那些忠心的渔民的未来 对他们来说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威胁 反而会让他们欢喜快乐 就像升起的太阳发出的光线 他将带来医治生命和对未来的盼望 马拉基书中的辩论告一段落 但这卷书并没有结束 最后三节经文不是辩论的一部分 事实上他们的作用相当于结尾的复录 不只是马拉基书的结尾 而且是整卷律法书和先知书的结尾 首先经文呼召读者 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或托拉 他回顾了摩西五经记载的故事 和立约的律法 然后是对所有先知书的总结 看呐 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 我必拆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马拉基书的结尾对律法书和先知书进行了总结 让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故事 一同指向未来 以色列被神救赎 后来却因为叛逆和心硬背叛了神 违背了律法 但经文预言 在未来的某一天 神会差遣一位新的先知 另一位摩西和以利亚 让神的百姓归回 医治他们刚硬的心 可以阅读生命记 耶利米书和以西节书的所有应许 这个结尾的附录指出 神的话语是一份神圣的礼物 值得我们阅读思考和祷告 他讲述了人类的真实状况 和我们在最终的自私 但他也宣告了神的应许 有一天他会派一位使者亲自对抗邪恶 让子民回转 带来医治和公义 这就是马拉基书 律法书和所有先知书 所讲到的 关于未来的盼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注射 回事多询 Catholics